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伯雅惠 欢迎收看台湾亮起来 许多人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 努力一辈子 并不见得都能被看见 要走红 多多少少需要一点机运的 在今天 名人会客室 女主角曾婉婷 16岁出道之后 努力长达17年才走红 大家对她的印象 多半是从本土剧 八点档郭佳佳 这个坏女人的角色开始 她使坏 假哭 装可怜 让观众朋友气得咬牙切齿 甚至因为入戏太深 流言恶意攻击霸凌 曾婉婷曾经因为压力太大 而差点罹患了忧郁症 其实说起来 她的真实人生 也宛如八点档一样曲折 小的时候 原本家境很富裕 而且家里还有佣人帮忙打理 但是曾婉婷国中的时候 父亲事业扩张不顺利 加上买房子又被骗 开始有人上门来讨债 原本她以为这样的转变 已经够大了 没有想到二十三岁时 父亲在工作意外丧了命 家中又顿失最重要的支柱 而曾婉婷为了扛起经济重担 不得不逼自己拼命接戏 当时一边工作一边还债 但她还是咬牙决定贷款 卖房子 只为了让妈妈 可以更有安定感 光付房贷一个月就高达七万块钱 最压力可想而知 带您认识曾婉婷的人生故事 我妈哪在那里做啊 你明明知道我就要去这儿子 你竟然有这种犯法 我继续这儿子的死命 心里曾婉婷被迫拿掉肚子里的孩子 哭到伤心欲绝 而希望人生自己也是差点 就不会来到这世上 那我生出来的时候 其实原本我妈妈想要把我拿掉的 因为她觉得两个孩子都长大了 她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我是个意外 而且她都已经上手术台了 然后后来她因为害怕又跑掉 要不然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 而且从小我的外号就叫小多多 因为我真的就是多出来的 因为上头已经有个大她十岁的姐姐 还有个相差九岁的哥哥 对妈妈来说这并非美丽的意外 但要割舍爸爸总放不下 爸爸就一直跟妈妈说 你看以后小就是儿子女儿长大了 就是还有一个小的可以陪伴我们 所以爸爸是希望妈妈可以保留下来的 对所以爸爸对我特别的疼爱 从小被爸爸捧在手心 秀喵喵外家境也很不错 他的父亲是经营台湾第一家测量公司 规模很大拥有多家分公司 儿时曾婉婷穿的 就都是名牌进口高级洋装 有如小公主般 平常出门会有司机接送的 然后家里面会有保姆佣人的这种 对所以就是 但是到那种很富裕 那种什么富二代不是这种 就是比较算小康家庭 但升上国中后 父亲事业扩张失利 加上买房被骗 家到中落 那时候是因为我爸爸拓展事业 拓展得太快了 然后他没有想到资金的运用 那他当时也买了一套 一整栋的房子 就是跟家里的亲戚 就是妈妈的表格这样子 然后想说自己的亲戚没有问题啊 对但是他就没有注意到 他一无二脉的这个问题 后来呢这个房子 其实就不是属于我们的 因为那时候爸爸是以现金投入进去的 就变成资金有一个很大的缺口 然后再加上他好像又突然神来一笔 在哪边买了一块地 因为他想要就是开发那块地 可以做什么育幼院之类的 就是做公益这样子 所以就所有的资金都卡住了 资金无法运用周转 房子也拿不到 还得缴贷款 走投无路之下 爸爸借了高利贷 却让家里陷入负债深渊 回想小时候 常有人上门讨债 家门口也被贴上封条 吓得妈妈逃跑躲起来 突然有一阵子妈妈不见了 对 然后就会想说 奇怪妈妈去哪里了这样 然后才就是偶尔在大人的话语中 听到说 原来妈妈是因为觉得过得太辛苦了 然后就是逃到山上去 然后就是去庙里面住这样子 然后就 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太小了 所以我也不太懂就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只知道妈妈不见了 然后好希望妈妈可以回来 那我就跪在佛堂面前 就是求菩萨 就拜托拜托 你让我妈妈回来这样子 那阵子就在母亲 随时会离开的不安中 度过了每一天 她想只要熬过这段日子 一切就能脾及泰来 不料23岁那年 却遭受令家人 更无法承受的打击 最疼爱她的爸爸 在做测量工作时 不慎被通过的自强号列车 一面撞伤 那时候觉得 天塌下来 反正有哥姐姐顶着 然后爸爸也在扛着这样子 所以就算家里面过得很辛苦 他们给予我的爱 是非常的充足的 然后我也不会感觉到 特别的辛苦这样子 那爸爸走了以后 我就会开始去思考 那接下来谁要扛这个家 爸爸无法再作为依靠 突然间重担落在街上 曾婉婷被迫一夜长大 我希望可以给妈妈一个家 所以爸爸离开没多久以后 我就立刻买了房子 其实是我完全没有办法负担的房子 但是我就觉得说 我想要给妈妈一个家 不要想这么多了啦 我会另外再想赚钱更快的方法 那是一个月七万块的房贷 闯当演艺圈也才七年 都还在演小角色的她 有什么能力还 所以我还有用信用贷款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姐姐都觉得 对啊 姐姐都觉得你疯了 你会把你的人生拖垮 对 所以连姐姐都不愿意 做我的保人这样子 然后我就到处求 去求我的朋友 来替我担保 这就像是一场不可能的任务 但今牛座 好胜心强的曾婉婷 相信没有做不到的事 于是咬牙拼命演戏赚钱 几十年就这么熬过 其实我觉得最感慨的是 好烦哦 其实我很讨厌接受访问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人家 看到我比较脆弱的一面 然后每次聊到这一方面的东西 我会忍不住落泪 但是呢 我落泪的时候 我都会好气自己 我会觉得 有什么好哭的 你拥有这么多 你凭什么落泪 我为什么会踏进这一行 有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可能我要替哥哥圆梦 所以我也做了演员 那其实我是热爱唱歌的 但是我选了演员 这个行业这样子 那爸爸走了以后呢 我就是必须要替妈妈圆梦 就是我要帮妈妈买一间房子 然后让她过很好的生活这样子 回首来时路 努力克制情绪 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下 未来的幸福蓝图中 永远都没有自己 但曾婉婷不曾埋怨 因为守护的家人 正是支撑她在演艺圈 默默苦熬的动力来源 感谢观看